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台湾里上这一部询典 我是秀英 李李白是我们的国家纪念日 但是它除了是一天我们能够休息 不用去上班的日记一月 最重要的是它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到底 过去面对我们在李李白那时候 到底我们在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让我们有机会 我们公民社会 到底面对我们这一部抗执 一般我们社会所写在李李白的书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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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rs呢 因为对 Nietz 다 지 az petals porqueế cubOh 他们对某一步 einbarn 只有ben-tapar 他要红不便宿 decrease 为了一部分第一站 跟他家裡的人 就有那個時候開始就分開了 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邀請到說是台語台的台長 也是主秦的記者 他也是李李柏記者夾的這本書的作者 如同希先生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來跟我們分享這本書 也要請他跟觀眾分享 到底記者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跟大家說看看這本書 他要怎麼說這個李李柏收藍記者的角色 也要有我們要怎麼去面對台灣社會 對我們李李柏的記者 也要有他對我們專心建議 他的意義在哪裡 也要有記者對我們台灣公民社會 他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現在是不是請我們台長 跟大家問一下好 主持人你好 嘉昀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同義 好 非常開心 我們今天請到說是台語台的台長 也都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東西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分享 但是在我們繼續討論之前 看到這本書 在我們的小孩頭前就知道 這本書其實對我們台灣社會的意義 非常親當 在這裡也稍等請我們同學 跟大家說說 有什麼什麼這本書 還有這本書 尤其在禮拜的日記 我們要怎麼回忆 我們過期的才會受人家 以及他們的一些人性的故事 不過大家有看到嗎 我拜託已經拿出來 我們台語上台灣每一集 都會邀請到我們的特別來賓 來跟我們說台語喔 今天我們的這個特別來賓 是我們台語的Pro 所以說今天不是要跟他口齒 我們今天是要請他來跟我們分享 尤其是有我們今天 日本菜的這個主題 二、二、八、七、鹽的日本菜 裡面應該有很多話 想要跟我們觀眾朋友說 所以我們請我們台中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這裡面你覺得最重要的 是甚麼 我請日本菜的最重要是 禮拜是我們台灣人 特殊、議員、文化、短暫的一個本水而已 也是我們台灣人在文學、團部、領域上 做成、團成、切大的一個關鍵 所以說其實剛才我們的董事 他在這個要跟我們大家分享 台語理上的固定當中 已經把這本菜 它所做中式的這個主題 給大家介紹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 我們台中 同過我們今天台語理上的口齒 也有這個問題 我們要接受來請問我們台中 就是說在這個菜裡面 你其實有說到 這是很多記者在那個當時的一些故事 要跟我們講台南小塊看看 有幾個記者的故事 其實在這本菜 其實是應該是說我在讀書班的時候 我其實是在研究每天 我發覺說 怎麼會 研究立書後 翻了很多問題 之後我發覺說 在禮拜的時候 很多記者 都忘了 甚至失蹤 甚至被稱讚 所以其實在研究的時候 我才開始 其實是只有輸料的經歷而已 到幾年前 七八年前 才開始選這本禮禮拜 記者夾 當然是從裡面 一些 比 都忘了 或是青山 或是失蹤的人 做一些訪問 當然有的 還有財政 有的還有財政 所以這本菜 其實是 應該是參禮禮拜基金會 因為他們希望 他們看我有研究 所以希望我可以 對這個方面 再深入去 了解 去做一個採訪 在禮拜基金會裡面 差不多 記者的禮欄 就是說 有去申請補助 受難者 每次有四十九位 就是說 目前啦 到七八年前 統計有四十九位 但是因為 時間有限 我不可能 大家都問到 有些也有些問題 所以 其實在我這本菜裡面 這本菜裡面 差不多有三十五位 差不多十五位 在那四十五位 這個記者 這個屬於我們的 過程當中 我相信當然 你自己本身 是一個主持人的記者 所以你在你的 你屬下的過程當中 應該也是有很多 你身裡面 很痛苦的地方 也有很多感慨 所以我也是這麼想要請問 就是說 你在這個 這個屬下的過程當中 你有多到什麼困難 可以分享一下嗎 其實 在研究這個 歷史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董事人無敵的 有些不需要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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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要去問 都沒有時間 聽我卡電下去 結果 他們好心 宋偉如的孫子 接電話說 不好意思 我們爸會知道 才過世而已 我電了走 我說 說不出 我說 我們再聯絡 當然有的是 很多是 逢問後 沒多久就過世了 兩三個 聯美書 蘭草的女兒 鄧金利 他們好心 呂芳的 她是寵母姓 還有一個 楊思昌的好心 楊浩文 頂頂 有幾個 逢問後 我找不到出版 就過世了 有的是出版後 再過世 所以 在研究的時候 其實在研究的時候 我 很多很多 我如果研究完 我也說 因為逢問很多 過程中間 我才說 這些人的故事 怎麼會去找 在我們台灣的 其實是 都沒有中時的 所以 我如果相信 很多 裡面很多故事 其實 不然我就很親密 因為 有的 沒辦法去了解 去封問到 所以 我常在感慨 這個歷史 尤其 這個歷史 如果沒有兩者做 其實是 台灣的歷史 就消失去 所以 我一個封問過 過程中說 就是說 這本歷史 其實給我 很大的感慨 就說 雖然我感覺說 這本歷史 其實 其實本來 原本 設計是要封問更多人 但是他們 時間有限 所以 其實還有很多人 沒有封問到 還有很多人 故事沒辦法寫進來 所以這也是一種危險 但我希望 他還有機會 把這個故事 看有機會 再補得 有些人 因為我自己做一個討論 我在看這本歷史 我自己操作也是操作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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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大地勤勢的 也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禮拜訓 這裡有很多是黑色 其實是我們大家 在官方的 通総理裡面 沒看到的 對 不然是這樣 我們剛才說到的 四十九位 有去清白色的 對 十五位是誰 在你的車裡面 還有其他 其實就是剛才說的 黑色的部分 也是我們現在 台灣公民社會 我們也是在島上 去找 也在這裡 也會有就是 一些手段 因為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大的空氣 很痛的事情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警察 一世人都不敢說 我覺得也是 就這個機會 這是我們台灣 專心經濟 很重要的事情 也會有 所以我這個手段 還有教授 你怎麼勇敢地 把這些故事都說出來 因為我覺得 台灣的專心經濟過程當中 你如果是可以學習 你自己的故事 你才可以知道 我們國家的未來 或是自己的未來 要走向哪裡 就是我相信 這個社會的過程當中 一定有很多 你的目視 也還有很多 你的痛苦 但是這是很重要 應該要做的事情 這也是我覺得 記者 他的記者分的地方 再來就是 教授也要做問看看 我剛才也有說到 就是 由你的觀點來看 我們為什麼台灣的這個公民社會 我們一定要去重心來建立 就是我們對立立白的記憶 這樣說 我在研究台灣的報協審 才發覺說 古早時代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的中國新聞審 中國新聞審是 我們 漢調開始 漢堂 明清 研究到 中華民國後 19世紀 中央立法 前來台灣後 開始研究我們台灣的報協審 台灣的報協審 台灣的 應該說 中國的 如今的記者 是怎樣去分道 但我研究後 發覺說 完全沒有 在日本時代 我們台灣就出現記者 甚至我們台灣的記者 參中國的記者 進入這個 就叫做 台中文體的時間 甚至 更早 更早 日本時代 一百九六年 台灣就出現 白白的記者 但是我在讀書的時候 甚至我在做記者的時候 都沒有這個 很親密的這個英雄 說台灣 歷史上有記者 然後我研究這本書的時候 尤其二次記者 這麼發覺說 其實在日本時代 很多記者 已經很多記者 集在全體裡面 但是 在禮拜時代 他們在發聲 大多人 很多記者 都不 甚至在中國中國 台下 失蹤 耳 青腮 對 為何要脫出見譜 之後 一九十七年以後 台灣的記者 差不多在台灣的 媒體 通報媒體怎麼完全 幾乎差不多消息 一直到1970年代 這麼漸漸有台灣的媒體 像台灣的企業 才開始進入這個通報媒體 就說有很大一段時間 台灣的記者其實是消失在台灣的通報媒體 所以這對 等於說退出這個戰艦場 就說台灣記者其實是在1947年以後的退出戰艦 完全經隔由中國來 因為1947年1947年一倍中國來的記者 完全出台 甚至這個進行參加台灣日本時代的文學家 很受傷 台灣文學家在日本時代 他們用日本寫作 變成台灣很重要的文學家 但是在建築後變成文學家就沒有寫作 因為議員的問題 文理的問題就退出 但是台灣的記者 一方面剛開始的時候 像建築剛開始的時候 還有日本辦 六月日本辦出銷廟後 他們就沒辦法做記者 到1947年以後 佳朗 為了開始有百中文的做記者 但是也是因為二十八十年而已 推出這個戰場 所以1947年以後 全民差不多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記者 台灣集的記者差不多都消失在 我們通報媒體 所以這對我們台灣的 經格言論 文化的 租得款完全被出台 完全是由中國的傳統 文化的改稅款 都沒辦法去編入 變成都被租得去 所以我是覺得 這二禮拜對台灣的經格 各方面的影響很大 尤其我們傳統媒體 這是台中媒體 這對蘇生 對一些新聞的政策性 都完全沒辦法講 所以我們說到 特別就是生鬧 生得很快 到現在都沒辦法回合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們台灣的影響很大 我真的 日禮拜這個蘇生 造成就是 我們台灣文化界 文學界 的很多人 我們本土人的 算盤 他們變成是說 很多人親屎 風親屎 或是風菌 或是說 消失去就沒去 頂頂的 這裡很多的政策 我覺得就是 讓我們所有的台灣的本土人 都推出這個 我們說 台中媒體的 下走頂頂的 在這個規定當中 這個國家 對這個 所謂的 優良記者的想像 我們說很優秀的這個記者 都是中國記者的這個影響 我以前讀這個新聞書的時候 也是都沒辦法讀到 我們台灣記者的這個歷史 或是他們的這個 很精采 或是說 很訓導的這個人生故事 所以他也是會 我們就這個機會 我們用這些書料 我們把這個部分 這個 我們說消失的這個歷史 很重要的一個 我們把它補起來 就要插一個很小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說過真正 要求問我們當時 就是在你的資本書 你在做這個訪問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他們的感染 就是沒有這個死命危險 他也是去做這個事情 你做記者 你也一定有這個感染很一樣的精神 可以請你分享嗎 因為我們台灣的記者 在日本時代 因為其實是日本統帝 所以他對那個視頻者 他其實是一種地庫 甚至鑑督 要為台灣人出來 他到建築之後 在日本時代分聯出來的記者 到建築他也認為 記者就是 他一個監督者 所以他對 那時候的統帝 在這裡 東瓜公司 台北政府也有一些賠償 但是他們 這樣賠償之後 對台中出聲之後 在日本時代 完全抓去 所以對他們來說 就說 他們在日本時代 因為我對抗日本政府 為什麼建築之後 雖然在日本時代 對抗日本政府政府 也不會給他稱讚 最多幫你關幾天 讓你使勁 讓你生活不方便 對 但是到建築時 這個記者就說 對他們來說 這本來是很正常的 他是要為社會出聲 為台中出聲 為台灣的政策出聲 沒有理會 說建築 這完全 這些人 完全都消失去 所以我覺得 對我們台灣經過 媒體的團成 其實造成很大的影響 就是這樣 我們收到公國後 回來 我們繼續請台中 來分享這段 大家在我們當地來分享 歡迎回來我們台中的上台節目 我們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公司台語台 也是族親記者 魯東彙先生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他的一本書 《禮立法記者劇》 這本書裡面 他剛才說 有很多我們感到很感動的故事 也會讓我們感到很傷心的故事 但是在這個傷心裡面 我們其實也有一點心中 我們台灣社會也要到場 我們走向更文明 更深入的這個規定 希望我們台灣社會 可以當大人 繼續就是要來就問 我們在禮拜 對我們台灣社會 專心建議的意義是什麼 他們應該是這樣說 就說 我們如果只有記者 就說 因為我們 禮拜收人很多 醫生、律師、社會 一般社會代表 鄉人、政治的原本 就說 大家在說 專心政議 其實最重要的是 就說 不要把歷史 反而 讓它更清楚 讓大家知道 因為 我如果沒有去研究 我也不知道 台灣很多記者 在禮拜十幾年 台灣記者 是在本時代 就已經創作了很多歷史 已經在禮拜十幾年 已經很多分年了 很形式的記者 所以我覺得 禮拜 英雄台灣社會 不是說 當時以來 台灣對這個歷史 都沒有了解 所以我覺得 專心政議 有的人說 這是不是在穿 什麼 對大家不好 但是問題是 你不去了解 他那時候也存在 其實很多 北部 是不需要去說 很多 像我幾個例子 說 我裡面有什麼 創事 他裡面參 參一個 劉柯鄉 他爸爸 很密切的關係 但劉柯鄉 說對他們 把歷史進行 他完全不知道 這件事情 大家都是 問學界 在社里的 在新聞界 他對他們老婆 完全不了解 所以說台灣 其實對 這個專業政議 其實不是說 對什麼人 去做一些 清算 我認為台灣的歷史 就是要讓台灣人知道 法律、孝待 知道 以後我就用心 來不平 先不要 投放 那不 老實說 那麼多人 他的孝待 其實 雖然說 你不在說 但是他在他心態 其實受到很大的影響 像那個蘭美書 他一世人 都在追求他們老爸的故事 他完全不知道 他們老爸到底是 求人家 甚至 很多高雄 不知道他們老爸到底是 是 是 是代理道 甚至市場都找不到 你是不是要 做這個 真相讓他知道 讓他知道 我是覺得說 台灣的新聞自由 大家都說台灣新聞自由 其實不是說 是 很多人打名出來 二月八 這是一種 很大的 一種專便 對台灣的新聞自由 是很大的專便 在那個時候 建立台灣的新聞自由 其實很自由 但是因為二禮八之後 整個台灣的新聞自由 都下降 我覺得這就是 我們要對 我這本社的想調 希望可以把這個 理念團達出去 真的 對於我們台灣社會 發生過的事情要幸運 要認真地去實際 認真地去記錄 這樣我們整個社會 才能有一個 我們面對情緒的機會 我覺得這很重要 心來對不平 個人的心來對不平 他其實是 在我們的公民社會 是有範圈的 這是我們經過 公民社會 一直沒有當大人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這個機會 我覺得這本社會 對我們台灣的專因真地很重要 也就是推薦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再來要請問我們台長 就是說 你要怎麼看待我們記者 跟我們這個台灣公民社會 之間的這個關係 它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我在做記者的記者 我們台灣記者 到底是應該要站在什麼角度 就是說 我們現在常常說 台灣是要有主體性 但是回去以來 其實記者參謀 很多老師就說 建勞一些 因為蘇王教育出來 有老師還是記者出來 他說 當時以來我在做記者 很多人做記者 記者說 我們是要鑑督政府 但是 古早時來鑑督政府 是正常的 但是問題是 很多記者其實 他是不是站在鑑督 他其實站在鑑 某一種 立立立的 立立的集團 他去 替他去暗號 所以我說 記者是鑑督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你記者的主體性是在哪裡 但是我們當時以來 就是因為立立立立的 影響 變成台灣的記者 他不是站在 我們台灣的主體性 他是站在 立立集團 立立集團 去鑑督 不管是政府 還是在鑑督 很多人都不知道 說 記者就是要去配搬 但是配搬 他背後的 真實的 真實的 內涵是什麼 我們都沒有去 沒有證明 大家 我很怕 記者就是要配搬 政府 配搬 對台灣不利的地方 問題是 你是站在什麼角度 所以我覺得 二、二、八年 我們回去以來 因為整個台灣的 記者的主體性 沒有去 所以很多記者 因為這是 一段 一段 就是說 沒辦法去了解 整個台灣的 歷史是怎樣 所以變成他在配搬的 過程 他沒辦法站在台灣的地方 去看事 這是我 作記者最大的感慨 沒錯 我們的阿公阿嬤的記者 其實是穿得很頭前的 在這個 日日拜記者夾這份 找來拜 其實就是看得到 所以我們最後 要請我們台中 用很簡單的一句話 把我們年輕部的 這個 我們年輕的 世代的記者 你對他們有什麼記台 可以說看嗎 我是覺得 因為我經常感慨 我們台灣的新聞書 全部媒體 對台灣的新聞書 都沒有了解 所以我希望 透過一本書 甚至說 你可以 你如果沒辦法去 了解過去 你就沒辦法去 降落我們現在 甚至對未來的方向 你不確定 所以 我們要做一個記者 你是不是要先了解 我們台灣的新聞書 是怎樣 台灣記者是怎樣 成立的 是怎樣建立的 這個政業是怎樣建立的 台灣記者的紛爭是怎樣 這我就 站在我們台灣角度去看我們台灣的歷史 看我們台灣的現象 好 真的 很感謝今天台長 我們這裡 讓我們感到感動的一些分享 尤其是最初的 說到這個記者分 記者的質疑是怎樣 我相信 讓我們年輕的這些記者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情話 再次感謝台長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我們台節目 我們台節目 禮拜降致的時間 各位大家機密 拜拜